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给那大干部们上课的 而且研究党对艾滋病的战略策略的问题 是这样的 这上面我党对艾滋病真的重视 就是高级领导干部他要讲课 就艾滋病防治策略 对对对 我们是从政策策略法律这个角度 就是他的社会原因导致艾滋病出现了这样的社会根源 另外艾滋病出现以后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据说他们对于扫黄跟性工业 艾滋病跟艾滋病也有探断 是的 普通大众现在整个中国的社会层面 它实际上是一个是知晓力很低 相关知识的知晓力非常低 第二个就是因为无知导致的歧视是非常严重的 那么这个歧视它就会产生一些个人行为 比如说北京有一句话叫做 自己得了就自杀 邻居得了就搬家 他害怕恐惧 但是就是说我们中央党校面对的这些人群 中央党校的学员也好 审级的党校的学员也好 他是决策者 他的身份很特殊的 简单的说 他们认为性工业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性工业 你用这词可能他们不认同 他们不认同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他们认为中国没有性工业 对不对 他们知道有他们他们 他们承认 就是您不要低估我们的领导干部 我哪敢低估我无限崇拜 我跟您说吧 他们认为有没有性工业中国 有 他们不认同的是你用的这个词 性工业这个词 他们用的比如说卖淫嫖娼 色情 比如说这个用的是这个 比如说性交易 他们用的是这种词 你比如说我们在讲课的时候用一个词叫 性工作者 他们对这个词就不太认同 那也就需要解释 就性工作者既不是褒义也不是贬义 更不是说这个工作是合法的工作 那说现在说这个艾滋病的危险 就是性接触的在上升 特别是人们谈到这个小姐啊什么的 他们这个从领导干部角度 怎么来看这个事 这个问题提的很好 我觉得是这样 有两种观点 那么一种观点呢 认为呢 就是应该学一些先进的管理方式 和管理的经验 管理什么 管理管理这个小姐啊 管理性工作者 管理性工作者 但他不承认有 他怎么能管理 要登记吗 要登记注册管理 没有这个很很具体的 但是他有一个选择的趋向 就是说现在这样就是失控 失控 就是说我们既把它放到一个灰色的地带 灰色地带就是说 它是不能见光的 不能见光的 但是呢 他又实实在在的存在 领导干部对这些问题 他是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 实实在存在 那么怎么办呢 他们觉得呢 就是比较好的办法呢 就是面对现实 邓小平 邓小平啊 或者是我们老板 面对现实该怎么办 实事求实 实事求实 一个办法就是用管理的方式 可是你既然是非法的 你怎么管理的 人都不见呢 能叫他们来打针吗 你说不要给领导干部施加压力 是这样 许老师 不一定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 你要不当它存在 你怎么管理 这是一种观点 我们没有大气污染 我们怎么来治理大气污染 这是一种观点 这种观点就是 要用这种管理的思路 来对待这个 我们社会当中的这个特殊的问题 这是一种 还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呢 认为就是要加大扫黄打飞的力度 消灭 也不是消灭 就是说至少要遏制这种势头 不能让它无限的蔓延 它遏制得了吗 无限的蔓延 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是 是在相对来说 是它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反正说这个问题 感觉有点有气无力 没有没有 有点为难 不是不是 行行行行 搞笑的 这个是正确的 没有没有 文涛是这样的 我感觉这里头有一个 治根还是治本的问题 我不是有气无力 这个这两种观点 实际上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一种就是说 我们要动脑筋 怎么样来管理这个东西 不能让它失控 另外一种 就是说还是沿用的 过去传统的一些思路和方式 就是说加强这个 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力度 扫黄打飞 就是要通过这种强制的方式 来遏制这个力度 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两种不同的选择 每一种 它都是 它有它的这个力 就是说这个还是一个讨论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对 咱们也是别太为难的 我没有觉得被为难 我没有 金教授 谈谈您私人的一点问题 最近您也有争议 说是打官司 他 你跟打 抚养 抚养一名艾滋孤儿 结果呢 被这个媒体 把这个 这个孤儿的这个样子 照片 登出来 他就打官司 打赢了 赔了 两万块钱 对 听说 给两万块钱 听说 多少钱 听说这场官司 这个 你的感慨是想起了崔永元打官司的一种感慨 他是怎么说的 他劝告全国人民不要再去打官司 哎呀 错 因为 哎呀 西老师 因为您没生活 您没生活在大陆 我没说完 您没生活在大陆 是这样的 在中国打一个官司 需要非常高的成本 时间成本 经历成本 经济成本 和情感成本 就打官司 在中国打官司这件事情 无论您把它想到如何的坏 想到这个后果如何的消极 到您自己真的亲身去经历的时候 远远超过您的预期 其实打官司 在其他的国家 你在香港 在美国 在很多地方 都是这样无限的心力 财力 赔进去 很愤怒 什么事情都不放 但是问题是 他有个补偿 万一我赢了 他的补偿额是很高的 这样才有动机可以打 要是早知道两万块 你打什么 但是人家要是赔你两百万 你中间花的 你就补偿回来了 所以为什么在外面 你可口可乐里边 吃到一个苍蝇 人家赔数千万上亿的赔款 明白 他这个赔款 不是说为了你这一贯 给你造成了健康 我跟你讲 从个人来说 是不值得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个法治建设 它不是靠新条文的制定 它就得靠打官司 所以有些人说 我打这官司 好像得不偿失 可是实际上 我在帮助很多人 按例 对 对 按例 法律 靠 靠 靠 按 所以 你这个贡献 贡献是大的 好 这样 这个也有人说 你打这个官司 是为了引人注意 是为了甚至有人说作秀 现在什么都说作秀 这个艾滋孤儿 你对他的痛苦 感同身受 可以给我们谈谈吗 第一就是觉得非常焦虑 他不愿意他的这个孤儿身份暴露 更不愿意他艾滋孤儿的身份暴露 因为他他不是什么携带着 健康的孩子 健康的孩子 那么他暴露了以后 对他有什么实际的后果 会啊 如果如果他的老师同学和同学的家长知道他是一个艾滋孤儿 可他本身是没有任何病的 是的 是的 即使他是健康的 那么他这个身份 特殊的这种身份 艾滋孤儿这种身份 就有可能让他失学 失学 失学 谁不让他上 没有一个学校会同意 没有一个学校接他接他 有这样的事情 啊 文革是地主狗仔子上学还得上呢 对不对 现在我给我给你说 徐老师 这个是一个普遍的 就是很多孩子 就是父亲或者母亲被感染了 那么小孩就被排斥出教育 是的 在中国这个他这个这个他不是一个个案 这应该有些他不是他不是个个案 不是个案 我跟您跟您举一个例子 嗯 这个我们胡主席呃2004年的时候 去这个呃医院跟患者感染者握手 嗯 对中国艾滋病的这个防治进程了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嗯 但是呢 跟我们胡主席握手这两个病人是三西文喜县脉血感染的患者 嗯 呃 在我们媒体上就等于就曝光了 对 那么他们还没有从北京回到三西 两个家庭就陷入了生存危机 有 这个呃 他们当时为了治病方便就在县城边上租的房子 房东赶他们走 然后呃他们的太太上街去买菜呃人家不卖给他们啊 啊这个不的反正就是谢绝他们的孩子被学校的学生追打你们家艾滋病你们家艾滋病 把他的孩子坐的客桌椅子从教室里扔到教室外面啊 这两家的孩子有一个十多岁的孩子精神上没法承受这个走了 离家出走 就是就是胡锦涛握过手的这个病人的孩子 对 是的 这个事情是中呃 中国青年报 他有一个以前有一个有一个专栏专门报过的这个啊 所以啊 这个这是 这是复联管的事情 这这这这这这这挺难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谈谈这个问题 我还有故事呢 好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说起来见到这个近教授我也很惭愧 有时候你在媒体上说的话我也看到了 说是说有些主流媒体经常是平常不提艾滋病 到每年12月1号前后狂轰滥炸 我告诉你现在正是这个日子 到了狂轰滥炸的时候了 很惭愧 有一天炸总比一天都不炸好吧 对 不过他刚才讲的事让我想起就狂轰滥炸啊 我不是就看了很多东西 我看见最近也有一个挺有名叫化名啊 叫孟林的啊 是雪片文章的面具 你知道就是你会了解到他的一种生活 长期以来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他双重身份 别人不知道他去做生意 他就他一种曾经早期他处于什么状态啊 一边拼命做生意挣钱是为了给自己买药 不断的换药啊 因为药也很贵 他处于这种生涯 那他能不能谈恋爱呢 他跟艾滋病病有一个女的谈恋爱 可是这种恋爱爱的好苦 因为说这要是说睡到一块能不能呢 我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他有两种不同的感染类型啊 你们可能还会出现交叉 毒株不一样 毒株不一样也会出现交叉感染 对 所以说呢 他们长期打电话 这叫同病相怜也难呢 素中情靠着打电话 谈恋爱 然后终于有一天他听到一个消息 他的这个女朋友 他得艾滋病之后 他爱上的这个女朋友 跳楼自杀 跳楼自杀 他听到这消息的时候 我正好在他旁边 我们一起开会 你认识这个人 我认识他 我们在上海参加一个研讨会 正好我就坐在他旁边 他就接到这个电话 然后这个马上就 这个神色大变 后来第二天我们去参观嘛 在车上 他就跟我讲 他说你知道我昨天接到一个什么电话吗 我的女朋友跳楼自杀了 哎呦 现在 而且跟我讲 说这个这个女孩长得非常漂亮 才貌双全 非常有才 琴棋书画 都很 我有个朋友 他说他要写个小说 关于爱滋的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是真 那是他真还是他假托的 他的问题就是说怎么通知 就是说 对方 不是单单是一个对方的问题 他查出来阳性的时候 医生告诉他 那主人公啊 我们现在讲定是主人 对 医生告诉他 你可能两三年了 他一想这个两三年 年里面他没结婚嘛 他有好几个朋友 有的准备要结婚 有的没成功 有的已经分手 有的可能一夜情 都是很好的 他不是一个什么生活很放荡 但是你想几年嘛 一个一个成功的一个事业的一个人 他说我怎么通知这些都是我爱的人 我怎么跟人家打电话 你想想看 你怎么来跟人家说 你说我亲爱的 我阳性了 你去查查吧 你谁受得了 第二个选择 他就说 我就索性不说了 这事就是说 他到时候他病了 他让他自己发泄 他就那就因为据说 他这个潜伏期呢 也看不出来很长 你早通知他 他精神上早崩溃 那你就是阿Q的方法了 那这个又觉得 又觉得是不是对得起他 问心有愧 最后你知道他想个什么 想个什么方法 想个就是说 假装说有一个什么package 就是有一个便宜的体检的 一个信用卡送的一套 是有这些套 包括这个的 就介绍给他 就是意思说 这个很合算啊 这个什么东西 就是哄他去做一个检查 但是并不告诉他 他自己有事 让他去做个检查 上费苦心啊 而且用好几个 你知道 而且这个里面 更复杂的问题在哪里 他还不知道 他的来源是哪个 那也许就是 这其中某一个 是从他那里来的 这个东西 你想这个完全是个人道悲剧 这个艾滋病的 这个无知 导致的极端的歧视 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假如杜奔涛 你哪一天去验血 医生通知 就是说你是阳性 那么这样的话 实际上你的生命 是暂时不会完结的 因为不同的渠道 它这个潜伏期 有些是相当相当长的 现在全世界发现 有一例 就是潜伏期已经18年了 没有发作 而且是从查处来到现在 已经18年 18年是什么 人间地狱 还没有发病 所以这个潜伏期是很长的 所以它的这个 就是肉体的生命 我们说这个肉体的生命 生物的生命 不会马上完结 但是社会生命 就是人的这个社会知识系统 会非常快的崩溃 你就面对 这是最惨的 你看 有一个崩溃的例子 我昨天看了一个高耀杰写的博客 他就是现在社会上 危言耸听 都说是到处打艾滋针的 他去问一个 打艾滋针的一个人 这个人说 我在医院里 是输血 给我感染了 他说 我不怨我呀 这个事情他认为是你医院的负责 这不怨我 而且但是事实上是我得了这个病之后 没有人理我 我们家里人也不理我 然后他就要像社会 谁也不理我 走极端嘛 对啊 这叫反社会 这标准叫反社会 那你想想 现在多少人 你讲天哪 可是你现在在网上 你看看多少人提出这样的口号 我死 我也要他跟我一样死 哎呦 这个不能去 这可怕了 不过是这样 有 像学老师是这样的 这还不普遍吗 现在这种 是是有 但是是这样的 呃 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啊 这个对呃 走极端 报复社会 这样的现象和问题 对 要正视 有法律制裁 要正视 要重视 没法 但是呢 呃 不要过多的渲染 不要过多渲染 渲染的会有一个负面的效应 就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对这个 就是恐惧更严重 我就觉得 比如说对于这个能活 现在知道能活十年 二十年的人来说 你设身处地 那这个人生 就涉及到一个人生观的问题了 对 对 啊 真的好像是一步步在步向死亡 但实际上身体又如常 是 但是实际上别人又歧视你 对 对 那么你说你怎么打发这个 怎么过前有牙之声呢 是 是 是的 是的 尤其人性当中 有些恶的东西会极端化 不过你的官司打赢了 说明正义还是对 就这样的歧视是不应该存在 对不对 对 虽然只赔了两万块 那两万块是谁赔给你 不重要 呃 报社 哦 主要是报社的错误 啊 报社 因为报社你有这个 你要你要审啊 这个稿子 这么大的照片 二十乘二十 这样的一个特 脸部特写照片 登在第一版上 而且把这个标题 他的这个爱之孤儿 什么什么 大字标题 下面就写了 这个孩子的真名 嗯 什么什么泪水 不该属于 这这张脸 就把他的名字写上去 而且就是这样的报纸 就是这样的 嗯 他说他是好意的 他是好意 他觉得 错是错在外面的反馈 对不对 他觉得 那我问你 他如果在报纸上说 这个孩子是negative 他没 他不是携带者 嗯 那这是算 官司应该打赶 他出去的那个学校 中国真是这样 就是就是 不是 是这样的 并在根上爪叶子 不不不 薛老师 是这样的 而非是技术 不是这么回事 你觉得这个没有错 是吗 我不是说他没有错 但最错的是 因为报社只是说 这个人不应该 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对不对 对不对 但不公平来对待 他明白你的意思 对不对 你要告学校 你不是说去告 这个歧视的社会 薛老师 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 公民有权力 公民对自己的肖像 隐私是有权力的 我的肖像 我的隐私 你这个也有权力 但是你不是在一个 主要的问题上 在告他 那么普通的公民 你暴露了我的隐私 暴露了我的肖像 没有得到我的许可 我也可以告你的 那么在这个 这个孩子 这个特殊的个案上 就是因为他有一种 特殊的身份 所以他的这种特殊的隐私 会造成 对他造成特殊的伤害 所以我现在 倒有另一种观点 我觉得打官司 是社会公益事业 对 就是说法制建设得靠案子 谢谢你 谢谢你 但中国人 谢谢你 就有法源处 就任何人你想打官司 但是你没有钱 他们一审查 你这个值得打 政府就给钱 帮你打官司 就你到法院去 你要打这个官司 要给法院 因为他有行政成本 有办公成本 那么这个诉讼费 是输的一方来出 但是我请律师 律师费 对方是不出的 肯定是得不偿失 但有的时候啊 一个人干得不偿失的事情 他未必是想着他自己 是吧 咱们去去一下广告 谢谢李记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所以我还看到一个学者 在呼吁 说 我们为什么不干脆 把各种途径 会感染艾滋病的概率 如实的告诉公众 我有点听不太明白 它是什么意思 你比如说我那天看张可大夫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现在全中国的血液 比如说我去医院 输血 究竟是不是百分之百的血液安全 他说经过这么多年努力 应该说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但是他提出一个 又把我吓一跳 他说有一个东西叫窗口期 对 就说你感染艾滋病最初 三个月 三个月 窗口期的时候 你就到血栈去验 验不出来的 而且你可以捐血或者现血的 查不出来 查不出来的 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 所以血库里面也不能保证百分之一百的 当然这个话我们不应该说 吓死人了 这个窗口期是全世界都没有办法解决的 因为它是这样 就是检测 它是检测 你有没有抗体 就是HIV这个病毒 进入到人的身体以后 人会产生抗体 但是在这个窗口期的时候 抗体它的浓度不够 就是还检测不出来 要过了以后才能检测出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的身体里头已经有病毒了 而且你已经会传播这个病毒 会传染给别人了 但是做任何 就是做抗体检测是检测不出来的 你说 那我们到医院敢不敢输血 当然你要输血 最好不要输血 最好不要输血 就是我 我不是 怎么能这样说呢 他那意思是在医疗允许的情况下 能不输尽量别输 那个学校长 我跟您说 当然我不是医疗专家 这个应该听这个医疗权威的 但是因为我从2001年开始关注这个问题 我也看了很多的资料和信息 那么是这样 就是现在像北京有一些大医院 它可以自体输血 自体输血 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下个月要做一个小手术 那么我就可以先到医院去 把自己的血先存到那里 因为我现在还是身体是正常的 我可以比如说拿出来500毫升血 存到医院里 然后这500毫升血 在我下个月动手术的时候 就用我自己的血 我去医院说这是我的 只给我用 可以这样 就是像我刚才提的问题 他各种各样 人们确实是关心各种渠道 比如说 好像说 比如说约翰逊 我好像没怎么听说 好像他老婆就是没事的 是这样的 一个是在如果在过夫妻生活的时候 用安全套 那么基本上是可以避免 传播给配偶 还有呢 就是我们湖北有一个著名的大夫叫贵西恩 他也做了很多调查 也有的夫妻就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 就不知道配偶已经感染了 无保护性的来过夫妻生活 七八年 但是没有传染 那就说明这个性行为 它的这个危险性有多大呢 按专家 专家有不同的说法了 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 如果有性病 或者是有这个 在这个性 这个性生活的过程当中 有破口和溃疡 那么就非常危险 但是正常的夫妻生活 大家都知道 它是比较 这个比较正常的一种方式进行的 所以可能夫妻生活 如果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的话 可能会相对来说 一些小异 1954年 这个避养套的发明 是人类的一大的成绩 对对对 所以还得回到 安全套万岁